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關注一下根據美國太空部隊的跟蹤數據 多種跡象表明 中國最絕密的空天飛機 將有可能結束長達8個多月的飛行 最快在4月返回地球 這架空天飛機目前的情況是怎樣? 它將會在哪裡著陸呢? 2022年8月 中國用長征2號F運載火箭發射了一個可以重複使用的航天器 這個航天器顯得極為神秘的 中國官方發布的資訊極為簡單 沒有任何相關配圖或影像 雖然所透露的訊息極為有限 但這個航天器就被認為是中國正在研製的空天飛機 在火箭發射完成任務後 當時回收的整流罩的外形和以往顯得與眾不同 整流罩的尾部有幾個凸起的部分 由於這個航太器具有可重複使用的特性 所以整流罩裡面裝的很有可能就是空天飛機 而特起部分就是用於容納超出整流罩直徑的機翼 這與美國的空天飛機X-37B類似 都是裝在運載火箭頂端的整流罩中 由火箭進入到太空中的預定軌道 當時中國的空天飛機被送入一個近地橢圓軌道中 近地點軌道高度是346公里 遠地點軌道高度是593公里 按照計劃 空天飛機會在太空中進行一系列的技術驗證 包括載軌服務 可以想像的是載軌服務的對象應該就是太空中的其他人做衛星 通過變軌機動空天飛機進入其他衛星的軌道 然後不斷地靠近衛星利用機械臂對它進行捕獲 雖然空天飛機是無人駕駛 但可以遠程操作機械臂 或是機械臂自動操作對衛星進行維修 或是加注推進劑 不僅如此 空天飛機預計還有能力改變衛星的軌道 令到已經停止運行的報廢衛星脫離軌道 進入到大氣層銷毀的 由此可見 這就是此前中國報導中所說的和平利用太空技術 美國兩大智庫之一美國戰略以國際研究中心CSIS 在近日發布了2023年空間威脅評估報告 其中專門有一個篇幅就講述到中國的空天飛機計劃 顯示中國的空天飛機已經被美國視為一種明確的太空威懾力量 在中國空天飛機入軌之後 美國的太空部隊一直都在追蹤它的運行軌道 當時國外的航態專家根據TLE軌道數據的推測 中國的這架空天飛機有可能在飛行10天後就會返回地球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因為中國的空天飛機的強大變軌能力被忽視了 一旦改變了軌道 空天飛機過境著陸的時機也會變化 沒多久後中國空天飛機進行了第一次的變軌 近地點軌道高度升了5公里 而軟地點就升了2公里 空天飛機並沒有如預期地返回地球 而在飛行將近3個月之後 也就是2022年12月份 中國空天飛機突然進行了一次大幅度的變軌機動 近地點軌道高度升了597公里 遠地點就升了608公里 進入到一個近乎圓形的軌道上 就在大幅變軌之後的沒多久 美國太空部隊就監測到 中國的空天飛機釋放出一個神秘的物體 這個神秘物體與空天飛機保持一定的距離 共同載軌飛行 美國的太空專家認為它可能是一個服務艙 或者是為了著陸做準備 根據當時空天飛機所在軌道的參數推測 每三天就會打開一次著陸時間視窗 但在幾天之後 空天飛機連同那個神秘的物體 仍然在軌道上 並沒有離軌再入大氣層 最終數據顯示 空天飛機與伴飛特物體兩者之間 進行了多次的交匯飛行 似乎在驗證一些技術 就是這樣中國的空天飛機 和神秘物體一直都在太空中飛行 期間神秘物體突然失蹤過一次 後來又再次出現在空天飛機附近 而在沒多久之前 美國太空部隊又再次跟脫了這個神秘物體 關於中國空天飛機的外觀 伴飛的物體到底是什麼 美國太空部隊似乎所知都不多 只是知道太空中有一樣東西在飛 偶然會拍攝到 好像星點一樣的空天飛機 其他的細節就無從得知 不過有軍事專家就認為 根據當時發射中國空天飛機時 所用的運載火箭 可以對它有一個大概的了解 以長2F的近地運載能力來看 這架空天飛機 重量大約是8噸 這比美國空天飛機X37B更大了一些 而且從整流罩的特殊結構來看 中國空天飛機除了有一對機翼 還有兩個尾翼 美國智庫報告指出 沒有跡象表明中國的空天飛機有能力 作為一種反太空武器 但是由於具有在軌道上釋放物體的明顯能力 這個可能會發展為一種 共軌式反衛星能力 所以中國空天飛機的一舉一動 都受到美國太空部隊的關注 到了4月13日 中國空天飛機第三次進行變軌機動 這一次是第一次降低了軌道高度 比原來低了大約50公里 目前的近地點高度是545公里 軌地點高度是557公里 軌道的速度大約是每秒7.6公里 軌道周期是95分鐘 失蹤的叛飛載河有可能就被收入回空天飛機內 而空天飛機的一次變軌 有可能是為重返地球做準備的 此外中國的一艘航太測量船 目前正在大西洋上航行 有可能是為了對空天飛機的返回進行測控 中國的空天飛機著陸地點 可能在哪裡呢? 2020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的空天飛機進行測試 飛行接近兩天後 空天飛機返回地球 當時應該是在羅布博的三角形機場跑道上著陸 當時美國的遙錦衛星疑似拍攝到 停在軌道上的中國第一艘空天飛機 可以預見這次中國空天飛機 也可能會在中國西北的羅布博機場著陸 返回時空天飛機 而合適的公國載入大氣層 將要經受超過1000度高溫的考驗 最後它將會滑翔降落在跑道上 這樣的水平著陸方式 並不同於垂直著陸的神州飛船 根據新的TLE軌道數據推測 中國的空天飛機 預計在今個月將會有多次過境羅布博機場 到時將會有機會載入大氣層 降落在預定的跑道上的 接著看看亞洲最大推力 700噸液體火箭發動機試驗台 考台試車成功 發展航態動力先行 4月24日中國航態科技集團陸院 中國宇航新動力同村試驗中心 亞洲最大推力700噸液體火箭發動機試驗台 首次考台試車圓滿成功 標誌著這架試車台 將會正式投入使用 試車台是雙工位設計 基礎乘載推力700噸 具有無塊化、油性化和數字化試驗能力 可以同時滿足多種型號發動機的試驗任務 將會有力保障中國重型運載火箭 載人登月、深空探測、天地往返、空間基礎設施、建設等重大工程順利實施 為加快航態強國建設提供有力的支撐 最後看一看溫州市檢察院以涉嫌分裂國家罪 正式拘捕台灣男子楊志淵 最高人民檢察院4月25日的消息 台灣地區犯罪涉嫌人楊志淵涉嫌分裂國家罪一案 由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偵查終結 而送到溫州市檢察院審查起訴 5日前溫州市檢察院以涉嫌分裂國家罪 對楊志淵批准拘捕 案件只是進一步辦理當中 根據央視新聞的報導 此前就曾報導 楊志淵長期受台獨思想毒害 2006年她就讀中學期間開始從事台獨分裂活動 2008年她在野草莓學運中表現活躍 被台灣的民進黨選眾是重點培養的 任命為民進黨台中市黨部青年會會長 成為台獨勢力重要的成員 2011年她參與組建台灣民族黨 積極策劃實施一系列的台獨分裂活動 網圖推動所謂的公投建國 2019年她出任這個黨的副主席代理主席黨務之後 變本加厲、高調推行、急讀路線 大肆鼓吹台獨立場 同年她應陳水扁的邀請代表一邊一國行動黨 參選、新北市、永和區、立法委員 在選舉中大肆宣揚謀獨拒統 極力煽動兩岸對立 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 她也高調轉年分裂勢力為港獨站台 鼓動多度合流 公然挑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2022年8月3日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 依法對長期從事台獨分裂活動 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涉言人楊梓淵實施刑事俱全審查 台灣的六委會就重申 楊是無罪的 呼籲大陸方面盡快釋放她回台灣 並說大陸這樣做不利於兩岸間的交流活動 早前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說 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台獨分子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巴士力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力步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 全部 Pedro畢 四大陸 tax公版 哎 他們